大家好 我是王金谷 谢谢啊 其实我特别想聊孤独 因为孤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东西 也是唯一爱的东西 当后来我做了一个科学分类 我发现我爱的不是绝对孤独和屈统性孤独 我只爱认知障碍性孤独和主观迷幻孤独 什么 观众有点懵了感觉 观众已经开始翻出词点了 是不是这个话题光聊就很难啊 你没事 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觉得孤独呢 不是网上说的那些什么孤独分好几个等级 比如你一个人去看电影 你一个人去吃快餐 去咖啡厅 去吃火锅 什么最高等级的是 你一个人去做手术 我觉得这个不叫孤独 这个叫你一个人过得挺好 你的朋友本来想陪伴你 后来一看 你好像也不太需要陪伴 是吧 而且你这一天 你过得也太丰富了 你咋那么有空呢 你不上班吗 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 做的这些个事啊 你这一天 从你看完电影开始 你一个人去吃了快餐 去咖啡店喝了咖啡 还去火锅店吃了火锅 你这个胃到最后肯定得做手术啊 我给你讲讲我的科研成果啊 什么是绝对孤独 绝对孤独 就是一个开坟地的人 手机没电了 他想充电 停电了 方圆十里 只有他一个人 他想逃跑 但是他不能 他需要这份唯一的工作 来偿还巨额的贷款 此时此刻 他最希望的 和最害怕的 是同一个事儿 就是有谁跟他说句话 这个就是绝对孤独 孤独的一点招都没有 这个开坟的人呢 熬过来了 第二天来电了 他可以开灯了 他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如果有设备 他甚至可以坟头蹦离 但是他没这个心情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烙印 这个烙印就是刚才那个 极致孤独的夜晚 是吧 过了几天 那大哥放假了 他回到了城市里 他遇到了你 你跟他说 哎呀我最近总是一个人 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好孤独呀 他差点气死 他想的是 那可是电影院呢 人又多 电又足 怎么有脸说孤独 但是 但是他实在太想 找人说句话了 只能硬着头皮 顺着你的话问你 那你看的啥电影啊 你说哎呀 就是恐怖片嘛 就是一个坟地吧 停电了 然后坟里面 那东西就咔咔乱动 最后就往外钻 他都快哭了 他说 你跟他们商量一下 咔咔乱动可以 能不能别往外钻 这个就是屈从性孤独 就是也能沟通 但是沟通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只能屈从于孤独 那什么是认知障碍形孤独呢 就是你觉得你是孤独的 但其实你不是 我们都是现代人嘛 现代社会的这个配套设施 是非常齐全的 你一个人去干点啥 都很难孤独 就连一个人去做手术 我都不觉得孤独 我只觉得害怕 这跟我周围有多少人 是没有关系的 有多少人我都害怕 你把我扔定床上 咔咔一推 我烦恼的不是孤独 我烦恼的是 万一出点啥事 我以后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好 让我们把话题 重新拉回到坟头啊 这个 就是我非常喜欢孤独 只有孤独 才能让我感到平静 安全 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是那个守目的人 这个世界是我看的坟 可能有初中二年级的朋友 听完这句话就是 嗯 怎么有点酷呢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酷 丢死人了 我告诉你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他具体丢人在哪儿啊 呃 咱们还拿这个停电举例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牵连呢 是电流的话 那我追求的 不过就是我想安静的时候 我就能把电闸拉下来 等我孤独够了 我再把电闸推回去 所以你们永远都不能停电 这其实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需要我所有的朋友们 都在待命的状态 随时准备给我供电 因为我就是需要你们的电嘛 我恨不得我住城里 你们就不准出城 我住村里 你们就不准出村 因为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电了 这个无比残破的谐音梗 专门送给我供电量最大的朋友李淡 让你一天天的不爱听谐音梗 变成你们 其实我刚才说的推拉电闸的那个故事呢 就是自称喜欢孤独的现代人 所喜欢的孤独 主观迷幻性孤独 意思是你只是偶尔喜欢独处 却误以为自己喜欢孤独 你看啊没有陪伴是很孤独的 但是只有陪伴没有交流最孤独 于是我就找到了大概七八个人吧 我在心里呢 把他们画到了一个圈里 在这个圈里的人 跟我借钱可以不还 欺骗了我 我不生气 伤害了我 我不在乎 因为他们就是能满足我大部分的交流的欲望 当然我也是有底线的 你要非要弄死我 那还是不行的 我对这个圈以外的人呢 就是永远挂着一副和善的笑脸 我对他们从来不带任何的恶意 只是也不抱有任何的善意是吗 就这帮人做什么 其实无法改变我的笑容 这是一个很粗糙的解决方案 但是至少我每次推拉电闸 在把电闸推上去的时候 我画在圈里的这些人都还在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王金泊 这题叫这个爸妈对你有话直说 还要咋直说呀 我们还不够直说嘛 从小我们跟爸妈的沟通 都是鲜血淋漓的 为了买个玩具人家不买 咱们杀坡打滚耍无赖 我小时候就跟我爸说 我说你要不给我买我就死去 你不给我买我就不活着了 你不给我买你不是我爸爸 你说我爸听完得多伤心 还得哄我 别闹了 走跟叔叔回家 你说我们经常就会说 说父母根本就不了解我们 就是因为不了解你才能 对你那么好啊 了解了你早就揍你了 真的你想想 小时候我们想的那些想法 那是人能了解的东西嘛 我们想的是什么你想 辍学你想当武林盟主 你想全国人每个人都给你一块钱的话 你就是有钱人 对不对 然后你想的是长大以后能当超人 然后娶美少女战士 然后娶美少女战士 多幼稚 你现在仔细想想啊 超人美少女战士都不是一个影视公司的 很难商业合作 我前一阵子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 就说很多父母啊 会把孩子最心爱的玩具 送给来做客的亲戚家小孩 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心理创伤 好多网友啊 就在底下叫好留言附和 说没错 他们不懂我们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我心里想 那可不是吗 用你说吗 人不可以为了自己的面子 做一些事情吗 还有的人说 哎呀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玩具 对他们来说是玩具 对我来说是全世界 对 对你来说是全世界 可是是他给你买的呀 是他把这个世界交到你手里的 创始者有权摧毁世界 一个孩子 他在几岁大的时候被夺走了玩具 当然可以觉得被夺走了全世界 但如果这个孩子长到二十岁了 想起这件事依然愤怒 依然怨恨 依然在网上的这种破帖子下面留言叫好 那这个不能说明这个人心里有创伤 只能说明脑子有巨大的问题 一个人二十了 但是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 一直停留在八岁 永远年轻 永远尿炕上 真的你们仔细想想 如果做父母是一份正式工作的话 谁愿意干这破活 谁干这破活 工作内容是无条件的对你好 钱 报酬 不是说你给他打钱 他每个月打给你钱 任你挥霍 干到最后他都懵了 脑子迷迷糊糊的 心想我为什么要接这么个活 他得问你 说我究竟能获得什么呀 你跟他说呢 你会获得我的恨 我恨你 为什么都这样了 你还恨我呀 你连这都不知道 我都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真的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 父母和子女永远有矛盾 但是永远也不会有巨大的 无法迷横的矛盾 因为都是普通人嘛 你父母再坏能坏到哪去呢 上次我讲的这段 你父母再坏能坏到哪去呢 有个女孩站起来 王建国我爸是杀人犯 我爸爸杀人犯我抢银行 无恶不住 我还能说什么 我就说虽然叔叔是这么奇特的一个人 但是 那我也只能客客气气的提一个小建议 就是我觉得叔叔这样的人 应该枪毙呀 我都说了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 你这个哪里普通了对吧 绝大部分人都觉得 跟父母的观念不同 无法沟通 你可以别沟通啊 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你比如说你妈经常说 你把秋裤穿上 天天说 你就穿上呗 多大点事啊 有人说了 说穿上秋裤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 百分之九十在脸 秋裤 不管你怎么穿 他不当脸 秋裤嘛 你穿的外裤里头的东西 你这里头你不管是穿秋裤 穿裤袜 是穿保暖裤 怎么穿你都不当脸 有的朋友说了不对 说我爸抢一行的时候 就是拿裤袜当脸的 这位朋友怎么哪都有你 叔叔刚才不是枪毙了吗 老板去补我天使说一次 你天天跟父母说 这个是谣言那个不该信 说科学表明正常吃核桃不补脑 吃胶原蛋白不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科学也表明吃这些玩意儿身体也没事是吧 吃红枣不补血 对 但是他想吃就让他吃呗 不就是枣吗 吃红枣不补血 但是只要吃的时候把河吐了 他也不流血呀 对不对 很偶尔会有那些很开明的父母觉得 没准孩子说的有道理 看看他微博发了什么 了解一下他的思想 一去点进去一看满屏幕都是 转发这条锦里来年会有好运 他们怎么相信你 只要别把保健品当药物池 不要耽误治疗就可以了是吧 如果他们非得这么干 你就劝嘛 但是你也会发现 人家也不听你的是吧 一个字都不听 你问到最后你也懵了 你说为什么 那推销保健品的人每一句话你都相信 但是我说的这一个字 一个字你都不听 这是为什么呢 父母听完更懵了 说这你也问 还能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我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王建国 老师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哎呀呀呀呀 其实呢 我不喜欢站在舞台上啊 我也不喜欢刷存在感 我有好多亲朋好友都问过我 说你不喜欢舞台 你登台干啥呢 我说就是因为吧 舞台这个地方寸土寸金 真的 我实在抵抗不了这种诱惑 我说你们理解一下 我的朋友们听完就都理解了嘛 但是有一个朋友 理解的过于透彻 听我说完之后很开心也很兴奋 指着我说 哦我知道了 你就是当那啥又想立那啥 我气得我说 你说清楚当啥立啥 当哪啥立哪啥 来你说清楚 他也很慌张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就是当那啥你不是 哎呀当那个当立 当那个你应该当 你应该当机立断 好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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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今天我要出这个状况 我就完了 是的 是的 你们熟悉的那个我回来了 哈哈哈 我这些年也赚了点钱嘛 不多啊 但是也赚了点 但我也没花 我都给我爸妈了 给他们转了好几年的钱 真的 光光给他们转钱 最近我觉得也不能再给他们转钱了 再给他们 再给再转下去 我 我都快成富二代了 说出去不好听 真的 我爸妈也疼我 给钱经常就不要 不要我也给 硬给 哭着喊着也要给 偶偶喊啊 求求你们收下吧 让我静静孝心吧 是吧 二十四笑头一笑 仰天长笑 我的天 建国通过屏幕上 我们求救了 你们看到了吗 我这想上去牵着 他的手就下来了 哎呦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我是穷人命 我是穷人命 我虽然爱钱 我却痛恨花钱 所以我的很多生活方式呢 都非常没有存在感 挣多少钱 挣多挣少都不花 我就总感觉呢 我自己是一个公园里的许愿池 空有一身硬币 但从未为任何人满足过任何的愿望 特别痛苦 去年我在上海租了一个15平米的房子 15平米的房子 什么概念 没有概念 这么大的房子装不下概念 是吧 每天我进入就躺在床上 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了 放眼望去 四面八方都是墙 俗话说 不撞南墙不回头嘛 但这个规则不适合我家 我家撞了南墙 你也不能回头 一回头撞北墙 一个月之后 我在这个屋子里 安了一台75寸的电视机 我为啥能花这个钱呢 因为精神真的崩溃了 75寸的电视那么老大 送货的师傅把装电视的那个木箱 搬到楼梯口 所有的邻居看着我就问 这是个啥呀 我说这个东西 能陪我度过无数夜晚 这个东西 能带我进入梦的世界 邻居说我知道了 这是个床呀 我把家门一打开 送货的师傅都傻了 说你这个屋子 怎么还没有电视大呢 还问我说你这个 你这个电视得花你一年的工资吧 我就说师傅 我就不瞒着你了 其实我是个有钱人 师傅看看我的家 说你是不是穷疯了啊 我俩把电视往屋里搬 一进屋 电视就怼着鞋棍了 想挪走鞋棍还不好挪 因为鞋棍呢 它顶着茶几 想挪走茶几 发现那就得先移动走沙发 可是沙发又被床挡上了 挪来挪去 挪了二十分钟我发现了 我租了一个十五平米的滑融道啊 因为屋子太拥挤 挪的时候我俩有很多的磕碰 一会他提我一下 一会我踹他一脚 等都搬完之后 我看看屋子 又看看我这一裤子的鞋印子 是吧 背从中来 屋里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我就成了路 我的电视呢 离沙发特别的近 所以看的时候脖子很累 空间太小了嘛 就挨着 看的时候脖子累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因为你看不全 你必须左边 主角在左边 他走到右边 你整个脑子就要跟过去 要不你根本不知道 右边发生了什么 李淡还来我家陪我 看过一场球赛 这一场比赛下来 我们俩比打球的都累 一会看左边 一会右边 一会左边 一会又看右边 这电视看的跟过马路似的 看完球我就问他 我说老李 还想看啥 想看啥你说 随便看 李淡站起来迷迷糊糊的说 国仔 我现在只想看看窗外的风景 朋友们我说的这些 基本都是真事的 李淡可以作证啊 我虽然是个喜剧人 但是真正好笑的 不是我的人 是我的人生 我该刷刷存在感了 真的 我该该刷刷存在感了 艺人刷存在感呢 其实就是要变得足够特别嘛 而什么东西最特别呢 我觉得是老村长酒 纯粮酿造 真材十六 年轻人要拒绝复发作丁 喝酒不用想 就喝老村长 我今天就开始不拒绝工作了嘛 也租了一套新的房子 当然带上了我的大电视 我只想对自己说认真工作吧 认真生活吧 所以前面说的那些 你都可以忘记 但唯独请记住这句 喝酒不用想 就喝老村长了 认真工作从我做起嘛 是吧 谢谢大家 朋友们 你们好吗 好啊 好好好 那你说说你好在哪 你说说你好在哪 好不好 别生气 没事 这只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活跃气氛 不太成功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我的生活一直不太好 我生活的非常非常的纠结 我就特别羡慕我东北的一个朋友 他从来不纠结 他们家呢 遗传吃螃蟹过敏 祖传过敏 也不知道为什么祖传的这么具体 他就非要吃螃蟹 真的我去 去年去他家跟他喝酒 他死活都要吃螃蟹 就过敏了嘛 然后他就一边吃螃蟹 一边挠胳膊 一边喝酒 一边挠胳膊 一边跟我唠嗑 一边挠胳膊 到最后我就感觉我跟一个猴在喝酒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大哥 你怎么这么肆无忌惮呢 他说我都35了 我妈已经懒得管我了 我说那你爸也不管你吗 正说着呢 他爸在那边推门进来了 哟 孩子们 喝着呢 我这个也是 也是刚喝完呢 也是刚喝完 特别的滑稽 那个画面真的太滑稽了 父子二人齐心合力 把整个家庭气氛 营造得跟花滚山似的 但是我就是特别羡慕他们 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嘛 你要么你就别吃螃蟹 要么你就多挠挠 但是我呢 又舍不得螃蟹 又舍不得挠 我就特别的痛苦 有的朋友说 对 你要是能忍着不吃螃蟹 你也不至于胖成这样 这是个比喻啊 这是个比喻 这只是一个比喻 我呢 知道自己胖 知道自己很胖 前一阵子上海刮台风嘛 然后我就趴在这个窗户上 看着各种行人 被吹得东倒西歪的 我就心想 我这辈子没见过台风 我出街体验一下呗 我就推开家门 走出去 站在街上 站得贼文 特别的吻 然后我就觉得老天爷 非常的不公平 你想那一风吹过去 吹那些九十多斤的人 吹得俩脚都快离地了 风吹到我这边 大自然对我无能为力了 我就感觉 在街上站了五分钟之后 那个风吹过耳边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 你好胖啊 你好胖啊 我知道胖非常的不健康 可是我问你朋友们 可乐不好喝吗 许正老师 火锅不好吃吗 对不对 东风风神异炫汽车不好开吗 我知道忽然念广告不太好 可是东风风神异炫汽车 其实特别好 一溜黑科技都是回头绿 好你让他回头 就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我就念了怎么着吧 是不是 我刚才说的啥意思呢 就是我知道胖很不健康 但是我又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 但我吃的时候 我又会非常的闹心 有负罪感 就是各种选择都特别闹心 我人生的所有选择 都是选什么都痛苦 我真的 我前几天我打算买一个 就是斜胯的包 就是单肩的那种背包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一个刚到三十岁的人呢 都拒绝承认自己已经三十了 于是我就跟福尔说 福尔你给我来一个 颜色清淡一点的包 福尔根本没理我这套 静止走到这个货架上 拿下了一个 纯黑色真皮胯包 挂在我身上说 先生你试试这个 这个跟你特别搭 我一听我就火了 我说什么玩意 你看看这个颜色 他怎么可能跟我搭呢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他为什么会跟我搭呀 我回头一看镜子 好搭呀 好大呀 我真的会这么大 后来我就意识到了 我虽然拒绝自己 已经步入中年了 但是我的灵魂 拒绝了我的拒绝 我看着那个包 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好看 越看越喜欢 看久了 甚至还能给他 提出一些小建议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包 那个肩带呀 嗯 虽然是好看 但是吧就是 总感觉不如那种 直接手拎的包得劲 哎呀 手拎的也不行 手拎的也不行 这样 福尔这样 你有没有那种 就还是纯黑色 真皮的包 然后这么大的 能夹在腋下的那一种 你拿给我好不好 结果我就真买到了一个 类似的包 拿回家 一次也没拿出去过 因为我拿回来了 又开始怕别人笑和我吐 真的 我就是这么的纠结 我是多么想当一个 纯粹的中年人呀 不是现在这种 二十 已经不是二十了 已经不是二十了 三十多岁 这种巴拉克基的 是不是 中年的新人 我不要当这样的人 我就想当那种 55岁往上的 纯血统的中年人 中年的末班车 我就想 我现在路过一个潮牌店 我就看服务员 要拉我进去 我不好意思不进 因为我不进去 显得我买不起 你等我55岁 我看谁敢拉着我 啊 潮牌 穿什么潮牌 大爷我55岁了 我这个身体已经不能受潮了 还给我推荐什么船腕 什么船腕 不买船腕 晕船 我跟你说 服务员 你给我来一双灰黑色 半透明尼龙腕 我要用来搭配我新买的 深棕色镂空真皮凉鞋 来服务员来服务员 你再给大爷拿一件 纯白色的背心 用哪种材质的背心呢 就是那种走在街上 随手一卷就能卷到这儿的 象征着我们中年人的性感 而且还要卷完了一撒手 它绝对不会往下掉的 象征着我们中年人的稳重 可是我到了那个岁数 我就真的能开心了吗 我不能 我纠结的性格 就是一定会在 放下负担的同时 又捡起新的负担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 王建国你这个表演 都快接近尾声了 你这些玩意儿 跟主题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 每一句都是跟主题有关的 笑是生活的解药 这话我承认 但是这句话对我来说 永远会有后半句 就是试要三分图 我很想快乐 但是我又无法承担快乐的代价 所以我就只能这么不快乐的 千万不要学我好不好 不要这样 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特别短特别短的小故事 就是我特别爱逛菜市场 前几天呢我就去菜市场里 走了两圈 两整圈 挑到了一个卖菜最便宜的小摊位 走到那个摊位前面 开始讨价还价 我就说老板能不能便宜五毛钱 便宜五毛钱好不好 交个朋友便宜五毛钱 虽然这些东西总共就九毛钱 但是便宜五毛钱 交个朋友好不好 再多送我两根小香葱 我正在这块享受生活呢 忽然旁边一个大姐认出来了 说我帮见过 我说明星买菜也奖价啊 我当时感觉我 其实我现在反思过来 我回一句什么都行 我开一个玩笑 哪怕都好笑不好笑 回一句什么都行 但是我下意 下意识地说出了一句话 我说没有 我拍戏呢 我非常看不起这样的我自己真的我非常看不起 我就觉得 我真的希望我的生活要是拍戏就好了 至少还有机会重拍一遍 是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坤 爱情 谢谢 好热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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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们这么高兴 我在后面可落寞了 刚才余老师说什么喜剧演员不能长得太好看 我觉得我完了 是真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人这玩意 就是必须得骗过自己 才能活下去 因为没有人能面对真实的自己 你在座的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长得特别不行的老爷们 都觉得自己长得还行 你不信你要问一个男的 你说哎我问你啊 蔡徐坤吴亦凡和你 你们三个放在一起谁最帅 他都不会觉得你在讽刺他 他就觉得哈哈 我早就知道 我们果然能放在一起比一比 都是这样的 很多老爷们 他就根本就没有衣着品味这个概念 我们就觉得不光膀子 就是衣着得体 光膀子就是猛男 在街上 把背心掀到这儿 一边走一边晒肚皮的老大爷 衣着得体的孟男 我们并非不知道自己长的垃圾穿的垃圾 我们只是能及时的骗过自己 刚觉得 哎呀我可能是个垃圾啊 马上对自己说不行我怎么能这么想自己呢 我可是能跟蔡西坤 吴亦凡相提并论的男人 我 我说我自己是垃圾 我会挨骂的 是吧 光光骗自己 自己感觉贼好 没办法 骗过自己才能活着嘛 我们为了骗过自己 不惜扭曲自己的逻辑 自费治理 你比如说有一句话叫 吃亏是福 这哪有逻辑 吃亏就是吃亏 它咋能是福呢 那些天天说吃亏是福的人 我怎么没见过年的时候他家门口贴个亏字呢 你想 多方便呀 比福字好写多了就三华 而且这亏字倒过来贴 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喜情嘛 是不是很喜情 饱含着这个热烈欢迎的意思 亏到了亏到了 多亏你到了 是吧 真的很好玩 可以试一下 这个亏字倒过来写 长得跟个韩国字似的 他往门上一贴 都不知道你是想吃亏还是想吃泡菜 是吧 吃亏是福斯米的 特别好 你看我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总爱客户骂嘛 这是骂完了我 我还得陪笑 但是我不能觉得自己丑陋 我不能觉得自己为了点钱 连尊严都不要了 因为这样我就没法工作了 我必须得觉得我这不是软弱 我这是成熟 我让自己相信这一切之后 我如获新生 每次要见客户的那一天 我都是精神饱满的起床 是吧 然后洗脸刷牙 换上干净的衣服 打开衣柜 翻出一副崭新的笑脸贴在脸上 是吧 把电脑一揣 把尊严一扔 推开家门 走喽 卖笑去喽 我见到客户嘛 客户还是骂我呀 就各种讽刺挖苦 甚至是威胁我 说要撤资什么的 说完之后 他一看我 我脸上挂着幸福而甜美的微笑 他说 骂你你还笑 我说我这不 还是为了你嘛 是不是 我知道你要践踏我的人格 所以我早就把我的人格 捏碎 碾成鸡粉 是吧 撒在柔软的天鹅笼上 这样你在践踏的时候 不会伤到你 客户 真的被我吓傻了 客户看着我 就不知道我在干啥 我在干啥 是不是我心里想的就是 嗯 我好成熟呀 卖猛了 卖猛 我真的我 但是我就是 有的时候会想 那我爸妈呢 我爸妈如果知道 我在外面一天天的 这么不要个脸 他们一定非常自豪 是不是 你就必须骗自己 你骗自己 骗过自己了 才能活下去吗 要不然怎么办呢 像刚才说的 这都得骗自己 但是那种 刚上完学 又没班可上的人 他是最需要骗自己的 我有个朋友 也不是朋友 亲戚家一孩子 应接毕业生 去面试 屡屡碰壁 连续面试了20家公司 没有人要他 最后他就只能骗自己吗 撂下一句话 哎呀 面试官都没有发现 我的闪光点 你想想面试官 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你们讲讲啊 面试官 SR 辛苦工作了多年 工资不咋高 是不是 前途也不似锦 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唯一的看家本领 就是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脸 20多个这样的人 光光一顿发现 都没发现你的闪光脸 你说你是有多不闪光啊 你这个人得暗淡成什么样 这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你去医院 然后大夫给你体检报告说 体检报告出来了很健康 你听完之后落寞的走了 是吧 一边走一边说 哎呀大夫都没有发现 我身上的癌细胞 是吧 为什么没发现 没有吗 没有人家怎么能发现呢 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 因为确实不好 是吧 但是也没有办法嘛 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骗自己 然后呢就是为了把长远的事情 先推一推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没事儿 自己信了就好 是吧 书上有句话说的好 有些问题不去面对 就不存在 是吧 谢谢大家 第五期的表现 肯定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期 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顾技巧的 我的段子也都没有说 去地面练一下什么的 余老师 您坐 您坐 快来快来快来 我不怎么去小学场 就是我总感觉 多了好像大伙都听过似的 虽然观众是一批一批换心的 我讲的时候就是 那坎儿没过去 不是 真的不是 演多了是大家伙 都哪怕都 还甭说一批一批换观众 就是一批一批的不换观众 听到你这儿 该乐的他也得乐 这个是摔打技巧的事儿 觉得你们还是应该 到你们的小学场来试试 是 我们掌声欢迎王建国 好 好 你们好了 线下演出是余桥老师给的建议 以前我的稿都是一次性的 眼睛就扔了 眼睛就扔了 然后这次就是克服了心理障碍 能把一个讲过的段子 反复地讲 然后磨练它的各个气口也好 然后整体节奏 然后这个东西不断地打磨 它是非常有效的 我第六期反正争取好好表现 因为练都练过了 练过了的话 就争取把它说到 这篇稿子的完全呈现就行了 要么欢迎王建国 大家好我是王建国 好 上得抬来 有点难过 因为对我来说 爱一个人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被人爱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吧 一事无成 唯一的特别之处 就是体重240斤 我那个时候每天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 抬起头看不见人生的方向 低下头看不见自己的脚 直视前方 能看见女孩子们回避的眼神 而我的占地面积又是如此之辽阔 她想回避 又避不了 最后就只能走过来 直勾勾地看着我说 你让一下 特别诗情画意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我站在风景里挡着你 又挡风又挡景 可想而知 我对女生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高中的时候 唯一一个说我有吸引力的人 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他就是上课的时候拿我举例 说质量越大引力越大 他说完之后还补了一句 说但是以王建国的这个体重 在宇宙当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那一刻我精神恍惚 我意识到我都胖成这个德性了 却还是如此的渺小 而且最生气的是 我既然可以忽略不计 那你为啥还要拿我举例 你说我有什么值得你提一下的 宇宙都把我忽略了 所以我就没练过跟女孩相处 我没机会练 当众对女孩表白是大忌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也没人教过我 我就曾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拿着一个一拉罐的拉环当戒指 套到了我喜欢的女孩手指头上 问她可不可以嫁给我 真的在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女孩子的心思 也没有那么难懂了 在那一个瞬间 我好像知道了一点点她的想法 她有那么一点点想让我滚 我说你不高兴呢 我就给你摘下来吧 就一摘摘不下来卡住了 这个拉环就卡在她的手指头上 我当时复制心灵 我就说了一句 你看咱俩多么的有缘 这真是命运的奇迹啊 她听完之后 一咬牙一使劲 卡就把拉环拽下来了 命运不出奇迹 大力出奇迹 这个真的很好 这个值得拍灯了 所以我也一直不懂 女孩子在想什么 就直到今天 我也不知道 送花有什么用 你说我送给你一束花 一个礼拜 它不就烂了吗 蔫了巴唧的里面还有汤 你还得把它拆开 把它在外包装 扔到干垃圾桶里 把这个蔫了巴唧的花 扔到湿垃圾桶里 垃圾桶旁边 还站着一个老大娘问你 你这是干垃圾 还是湿垃圾 你说这怎么能是垃圾呢 这是爱情啊 然后老大娘还会用 月进沧桑的神态告诉你 爱情属于有害垃圾 你再比如说生殖礼物 为什么就不能是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然后我去买 这样绝对就不会买错 就不行 就非得玩浪漫 非得拆 就得耗费多么巨大的沟通成本 我就问我追求的女孩 我说你有喜欢的礼物吗 她说有 我说那你告诉我 她说不 我说那我买什么 她说你拆 我说那我拆不到你想要什么 她说那我觉得你这个人 不是真心爱我 我说那我觉得这个礼物 你不是真心想要 所以我现在我非常理解 为啥很多女孩子 她喜欢跟渣男谈恋爱 人家渣男就能让女孩开心 但是渣男巨大的问题是 她非得让很多女孩同时开心 你说她多气人 她能让很多人同时开心 她不光抢我的女孩 她还抢我的工作 我们这些老爷们我们是不渣 但是你要知道 不渣呀只是优点 它不是卖点呀 你想渣男除了真心 什么都付出了 而我们这帮老实人 除了老实人 啥也不会 你想想我们除了老实 还有啥 有三五天不洗澡的豪气 有碰一下就顿顿作响的小肚男 穿最勒的POLO衫 勒最高的裤腰 追最美的女孩送最丑的包 橫皮 发际线比阳光高 你说人家女孩喜欢我们干啥 人家图个啥 你在反观渣男 渣男对嘛 渣男当然不对了 一个人渣 这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人家渣男讨女孩 婚心的这个技术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武功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习武之人 那有的渣男就说了 对嘛 我就是因为武功太过高强 我才要出去闯荡江湖 是吧 让更多的女孩都开心 对吧 挟支大者 为国为民 但是朋友 你这个不是为民为国 你这个是走火入魔 不要学这样的人 真的 我跟你说我这一生 爱过无数人 但是也没有人理我 但是我也没有恨过 这就是我的可贵之处 我非常的理解 别人不爱我 我看很多老爷们就说了 说那渣男哪好了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爱我 那朋友 你是为什么会认为 你付出的多 别人就有义务爱你呢 对不对 一看就不是习武之人 我跟你说 这个 在世界上任何人不爱你 都是不需要理由的 爱只是一种概率 不爱才是天经地义 谢谢大家 谢谢建国 喜欢建国的朋友 不要把我投票 321 请锁票 为啥今天蔫了巴基的呢 我就觉得这个气 这个段子的气 是蔫了巴基的气 所以我就进入那个蔫了巴基的 下一场 贼气啊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你从上场以后 说这个段子 不管是作品也好 还是你的表演也好 都在渐入佳境 没有一下就进来 是 因为前面的大量篇幅 你都把它都在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再搅一搅 再练一练 对 其实您上次跟我说 我就去练了 但是因为就其实就练一次吧 这个稿子本身能窄不窄不 这个人还是 一次练不出来 对 我还得多去练 去哪 去效果工厂练的 去效果工厂练的 我知道是效果工厂 但是我提一下效果工厂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效果工厂 哈哈哈 非常的便宜 而且 经常会有我们这些熟悉的演员 大家支持一下 好嘞 好嘞 谢谢郭大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文亮哥 谢谢 谢谢 哎呀 稿子复杂好别这么期待 我其实 就叫燃吗 但是我 我一直是一个很松弛的人 真的很松弛 我有着巨大的包容心 和比包容心 还要巨大的脂肪储备量 我从小的时候 就一直以为 心宽体盘这个成语 是我的语文老师 为了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世界上怎么可能 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成语 是吧 后来一查 心宽体盘这个词 第一次出现 是在西汉末年 我当时就很愧疚 我说我何德何能 让一个成语 等了我两千多年 我也很少有这个 奋斗的心思 听到燃这个字 我的第一反应 也不是什么奋斗激昂 我那天知道 我们这期的主题叫 我还可以再燃一次 我听完吓一跳 我说不好吧 咱们好歹是喜剧节目 在舞台上 就别聊火葬了 就感觉就是专门吓唬我的 这位客人你实在太胖了 一个炉子烧不完 你得再燃一次 是吧 我经常因为太没有斗争心 我跟人聊天 也聊不到一块去 我的行为模式 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个比赛 大家写段子的压力都很大 好不容易写完了 还要绞尖脑汁 在段子里加入广告 很艰难 每逢深夜 所有的演员 都在写老村长酒 只有我在喝老村长酒 我就自己跟自己喝 不用别人帮忙 第三集还没录完呢 干没半香了 那天老村长酒的人 还跟我聊天 被我一顿表扬 我说老村长酒真好 懂生活更快乐 喝好 真的喝完半香了 没有一次上头 他们更开心了 他们说 哎呀你的段子也不错嘛 给我气的 我说我跟你说这些 是为了让你夸我段子吗 能不能把酒给我续上 但是我其实现在我也从来没有那种 燃不动了的这种心情 我就很随和 你非让我燃我也可以燃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回喝多了 就躺在大马路上 没有人送他回家 有的观众听到这里就问了说 哎是哪个朋友呀 没有别人了 就是马路守护者李总是吧 我心想虽然我身体不好 但是为了友情 燃一次把坑吃别度给他拽回了家 有的观众又问了 哎这个事情你不是两年前就讲过了吗 两年前讲的是两年前的事 今天讲的是今年的事 我一年可以再燃多少次 主要看李总的酒量 我们李总从来不考核业绩 只考核友情 有的时候我就替他捏一把汗 你说万一这个考核我没有通过 会有多少辆车从他身上通过 真的我就觉得李淡这个朋友呀 远看是朋友近看是朋友 打他不走骂他不走 只有拖他他才走 拖了五米摔六回 醒来还是好朋友 哎呀就因为录这个节目嘛 我又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 他叫忽兰 就是你看现在总榜第一是我 第二就是他 然后他这个人呢 好胜心极强 但是心态又非常的健康 每次我录完节目 我就摊在椅子上 我就刚想要休息 你就看到忽兰那边 蹦蹦哒哒朝我走过来 两个眼睛里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但是他很健康 他也不挑衅 他就劝我 他说你别那么不合群 大伙都被我赢了 就差你了 我想的是 我说如果胜利 真的能给你带来 这么巨大的快乐 那为了友情 我可以输给你是吧 我这期不来了 你不就一下就赢了吗 后来我观察了半天 我发现忽兰要的 不是我输给他 忽兰要的是 我拼尽全力和他战斗 然后输给他 你说交个朋友太难了 是不是所有人 其他所有人 都只关心自己能不能赢 只有忽兰 在关心自己 赢得得劲不得劲 我说忽兰我就跟你交朋友 就是因为你稿子写得好 我真的觉得我拼尽全力 也赢不了你 他说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嘛 气死我了真的 我非常松弛 我几乎都是不努力的 但是我的生活质量 还比较好 那为啥几乎不努力 还能生活质量比较好呢 就是因为我是几乎不努力 不是从来不努力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你仔细想 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当一个纯粹的垃圾 那人生不就废了吗 是吧 所以我从小就立志 要当一个可燃垃圾 平时是垃圾 但是非得燃的时候 你多点几下也能点着 平时活得上善若水 力万物而不争 但如果实在不行了 我也可以正面刚一下 有的时候刚猛了 我的朋友都惊了 说冯建坤你今天好刚啊 你是咋想的 我说还能是咋想的 好刚用在刀刃上 又来了 又来了 我其实我也 哎你是咋想的 你干什么打断我的表演 你是咋想的 这你怎么可能喜欢 我通过这个行为讽刺你 好嘞好嘞 齐聚人 居然给了个破格 我的好灯也用在那 我也喜欢 就是咋说呢 我其实我也喜欢赢 我真的也喜欢赢 我输了也很难受 但是以我的性格 我知道自己肯定是 输的时候居多 赢的时候居少 所以我的行为 就变得特别有计划嘛 你看朋友的安全 这我要管 但是朋友的快乐 我就不管了 为了我自己的名利呢 我也可以燃 但是这个名利 一定要足够大 因为人生 它其实不是一场胜负 人生是不停的战斗 于是我就在 大多数的时间 挂起免战牌 是吧 生死看淡 不服就赔礼道歉 只打最关键的那起场仗 就可以了 那有的人说 那最关键的 输了怎么办呢 输了就输了呗 又不是没输过是吧 反正老夫随时还能再战 是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的天 谢谢 谢谢 稍微了解我的朋友 都知道 我的人格极度混乱 我的人生也是 我不是做了喜剧才这样的 我一直这样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 我的喜剧一般的人生 首先我特别特别的口 极致的口 我上大学的时候 几乎就不在饭店买酒喝 因为饭店的酒 比小门店的贵太多了 有一年平安夜 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烧烤摊 庆祝一下 我就去点了一个烤鸡架 抓了这么大一把烧烤店免费送的瓜子 然后掏出四瓶自己带的啤酒 这个桌上都摆满了 这边是啤酒 鸡架 瓜子 这还有我室友想送给女生 但是人家没要的苹果 满满一桌子 周围人看着都很好奇 说 这个孩子什么家庭背景 平安夜祭祖 我年轻的时候 这种行为不计其数 去火锅店自己偷偷带着青菜 没人看着偷偷掏出来涮 有的时候也被老板发现 但那个时候我也就练出来了 云淡风情 我说老板 对不起 老板说小伙子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我们这是自助餐 还有那种连锁的牛肉面馆嘛 大碗牛肉面红烧的上来之后 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一太贵了 二我觉得一碗根本吃不饱 怎么办呢 上过来我忍着烫 呼噜呼噜吃完一碗 然后掏出一包自己带的方便面来 趁着这个汤没凉啊 我就再泡一碗 吃得很开心 我这边吃 那边服务员看着直乐 我理直气壮啊 我说 怎么的 没见过来饭店吃饭呢 服务员是不是 没见过来饭店做饭的 就我几年累月的这些行为 让我获得了无数的绰号 大家都说我是全辽宁最省的人 是吧 江湖人称辽宁省 我年轻的时候不光是抠 我的审美还非常扭曲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 审美扭曲以颓废为美 以不友善为酷 我们当时穿的那个破洞牛仔裤 跟你们的都不一样 你们破几个洞装饰一下 就完了是吧 我们穿的那个裤子 我的天哪 三条裤子的布料 凑不出一条整裤子来 我当时看这裤子 我就心想这个潮流 我一定追得起 都破成这样了 多贵一问贼贵 特别生气 听完价格 脑子里同时浮现了好几个疑问 不知从何问题 首先这个破裤子为什么这么贵 其次这么贵的裤子 怎么破成这样呢 想来想去 好像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吧 穿这条裤子的人 他家里有矿 然后 他每天亲自去挖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破洞牛仔裤这个东西 就跟羽绒背心就一样 就你穿上了之后 大家都很蒙圈 你到底冷是不冷 你是冷是热 给具名画是吧 我高中有一个同学 就本身长得已经很壮了一个男生 为了显得自己更加生猛 他就怎么办呢 就在冬天光膀子穿羽绒背心 什么概念呢 就是东北的冬天零下十几度 他光个膀子穿个羽绒背心 给人的感觉就是 老子家里就剩这么点羽绒了是吧 先凑个背心护住内脏 实在不行胳膊冻掉了 我就不要了是吧 咱们还说牛仔裤啊 我隔壁班有个哥们 他的那个破洞牛仔裤 我的天哪 支离破碎 再一看以为是一条短裤呢 绕我来这边一看 哦 这条腿有腿 这条腿大洞套小洞 感觉这个裤子是拿偶片改的 而且这个裤子不是他买来就这样 他是拿一个知名厂商的牛仔裤自己改 其他地方都给撕烂了 就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对钩的商标 就这样就能知道 别人知道这个裤子很贵 我当时也不知道很天真 看着他那个对钩的商标 我就想我的妈呀 怪不得叫Just do it 不是炸死的 根本睡不成这样 是吧 最可怕的是这条破裤子 他有时候冬天也穿 跟那个光榜子穿羽绒被鞋 互相遇见的俩人 谁也不服谁 你说这要是让我们 辽宁电视台预报天气的人看着了 他得多伤心 啊 报天气预报的看着心里肯定会想 我这一天天的辛辛苦苦预报天气 这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意义 冬天是来的 冬天是来的 但没有人在意义 你的反应是对的 这些个潮流 我都追不起 我咋办呢 我最后就发现了一个省钱的潮流 真的太省钱了 留长发 这不就是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吗 我乐乐呵呵的就开始留 我留长发你们能想象吗 到这儿 刘欢老师都见过吗 就那样 真的 我就大学大一开始留 每天就顶着这个大长头发 我就去网吧包球打游戏 包球便宜嘛 打了一宿游戏 第二天出来 年轻人那个新陈代谢你是知道的 那个大长发油亮油亮 整条街最亮的窄 是吧 我就从网吧出去碰巧隔壁网吧 又出来了一个大哥哥 我定金观桥也是长发 但是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大神 已经连包了三宿了 他的那个头发 根本就不能用油来形容 那油黑油黑 一整片大长发 顶上遍布着头皮屑 乍一看以为是老电视没有信号了呢 我俩走在街上也是谁也不服谁 一阵风吹过 我们觉得终于可以秀一下自己飘逸的长发了 风吹过去 头发纹丝没动是吧 太油了 根本吹不起来 其实也不是完全起不来 如果风足够大 这个头发是整片起来的 你就感觉吧 那个风就好像来串门的 是走错门了一样 风一来 头发赶紧开门 哎 你找谁呀 风说对不起我走错了 头发说 那你下回注意一点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 啰哩巴说 说了这么多 你们也笑了 但是什么也没记住 没错 这个就是我的人设 所有人都看到了我 却不知道我是谁 谢谢大家 放了音乐 好 这点路程实在等不到他放完音乐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 又再回到了这个舞台上啊 就是每次我们演出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心虚 就这种的演出还好 票是免费的嘛 卖票那种演出特别心虚 因为我就觉得 对不起观众 观众多惨啊 买了几张价格暧昧的门票 来看我们这些 耐人寻味的明星 为啥我耐人寻味的明星呢 就我们台上这些脱口秀演员呢 其实我们的身份 都是住在这个娱乐圈的郊区 你仔细想想娱乐圈的郊区 就是说呢 你可以说我是个明星 但你说的时候 心里会非常的没有底气 我们跟那个娱乐圈 住城里的那些明星 根本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问你 我说徐峥算明星吗 你说那肯定算呀 那吴秦算明星吗 那肯定算呀 王建国算明星吗 那嗯 嗯 说本来吧 是不算 但是这个58年松江病入上海之后吧 这种郊区的好像也算 其实经常是不算的 你看现在 这种不逢年不过节的时候呢 偶尔还会有一些 零零碎碎的工作来找我们 比如执个播呀 发个微博啊 大点像个商眼 什么偶尔都有 但是每到春节 元宵节 中秋节 要举办大型的晚会儿了 就没有一个地方 让我们这些郊区的演员去 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这个就是高峰期 外地车牌现行 所以我其实不太想当明星 这个压力太大了 然后呢 我本职工作是个编剧 不管是当编剧啊 当明星啊 最重要的拼的是心态 我觉得是心态 我觉得我们程璐老师 心态就特别好 前一阵牙松了 但不是因为老 跟这个切尔大爷 征哥不一样 不是因为老 就是牙撞到那个 车的前座上了 光一下一个急停撞松了 我们说这怎么办呢 程璐特乐观 呀 牙松了就松了呗 正好吃点软饭 可能大家会听得不太自在 因为你看你这是 王建国就是你这场 最后一场标压了 你怎么经讲这些 轻描淡写的东西 说的特别散 就是因为其实我 一直都不知道 我应该在脱口秀的舞台上 讲些什么东西 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他的根本目的 你说他到底是要 取悦观众 还是取悦自己 你看是不是讲到这儿 你已经掰听了 是不是快点讲完好不好 真的 你说如果我是为了要取悦自己 那人家观众为啥来呀 人家凭啥来看你呀 对不对 我就很明白这一点 可是我如果 只是为了取悦观众 不取悦自己 那我为啥来呢 我就想问有没有这个事 然后我就问李淡 李淡说 李淡当时真的特别有意思 小眼睛一睁 我们就是要通过取悦观众 来取悦自己 这句话 我足足思考了五分钟 才发现是句废话 这咋给你圆滑的 我天哪 我要是做得到 我还问你吗 是不是 李淡总跟我一起聊喜剧 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在聊喜剧 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都有 他上学的时候 我刚毕业 那多少年了 快十年了 就在一个火锅店里 然后在那吃 然后聊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的我 我的李淡 甚至包括那个服务员 都完全没有想到 就今天呢 这一次短暂的会谈 会对未来中国喜剧事业 毫无影响 有人说不对啊 李淡不是开了个公司吗 带着脱口秀往前走 对 但是我不是毫无影响吗 他不见我也会开公司的呀 然后呢 其实我因为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进入 这一轮嘛 所以我的稿子 其实是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是我刚才写的 你听好啊 我就是想分析一下那个 我刚才说的 取悦观众 还是取悦自己的问题 首先我为什么 取悦观众的时候 很难取悦自己 因为我的笑点呢 在你们听来 根本就不算是笑点 都不是人话 我跟你讲一讲吧 但是你们肯定笑不出来 就是我平时跟我的朋友们 我们都三十岁了 依然是这样 就是我们互相聊天的时候 开了一些什么样的玩笑 就是 哎 我班有个同学叫郭靖 哦 那我拿郭靖造个剧啊 哦 那你造吧 这口破锅 净是铁锈 说哦 我家还有一个 我还有个同学叫李鸿林 哦 那拿李鸿林造个剧吧 嗯 火柴盒李鸿林的含量是多少 这个最扭曲的是 他的老师叫刘玉强 他说我拿刘玉强造个剧吧 想来想去 我说刘玉强这能造个什么剧子 飞天欲见流欲强则强 就是这种狗屎 我天天就是讲这些东西 然后乐乐哈哈大笑 我十年前写的小说里面的段子 都是这样的 各种 就是我是某家医院的各种护士 召开大会 就鼓鼓头坏死问题 展开讨论 护士们纷纷说道 鼓鼓头 你坏死了啦 就是这些东西 我拿去给你们讲 经过我就是几年的经验 我就发现没有人听 但是我真的很快乐 但我就是 但是我知道 以职业的标准来看 我这些东西是不能拿给观众讲的 而且这个只是一些 就是比较小朋友的 比较那种 反扑亏真的赤子之心笑点 还有一些比较黑色的 就更不能讲 就是龐博刚才讲那些 你想想龐博铺垫了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最后 他讲出那个指纹的时候 大家也就是只是稍微的 笑了笑鼓了鼓掌 其实那个躲逗啊 真的那个躲逗啊 但是我就是知道 大家是在这种场合 是笑不出来的 不敢笑的 我们在东北 就在我老家那边 开这种玩笑的时候 就他这种段子 我大概 我们一天能写46个 到48个左右 就是因为我们周围是这样的 反正别的东北的地方 我不知道 我们老家那边 得个癌跟得个感冒似的 就得个癌症 人说得癌了 一般人都说 得癌了 什么癌啊 扣散没有啊 还有多长时间呢 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那边呢 有一个大哥哥 就是姓李 是我一好朋友 前阵子 不是前阵子 前年了 长了个脑瘤 长了个脑瘤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李哥哥 你这个怎么样啊 他说 叫什么李哥 现在我脑子里有个瘤了 叫刘哥 我们那边的人 我们那边的人 我跟你说 开玩笑 开癌症玩笑 开得最狠的 永远是那些 带癌生存的人 这个东西就是 它是自己的一种小姐 它并不是讲给观众 听的东西 但是我看这些东西 就能乐出来 观众坐台底下 人家开开心心来的 光光光听你一堆得爱 摸摸摸摸摸摸的 回去了 人家吐个啥呢 所以我就想 到底是取悦自己 取悦观众这个事 我刚才就是在那个后台 站那的时候 想到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就是刚才那场演出 明明是忽兰比我的强太多 我只是因为观众的喜爱 而且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喜爱 才会 我比忽兰虚高那么几票 然后刚才徐中老师说的 就我觉得说的对 他很懂喜剧 当然我也是啊 我也很懂喜剧 所以我就是觉得 就只是为了 因为观众在 如果忽兰跟我一样知名度 他至少比我高30票到20票吧 但是这种观众对我的喜爱 我要怎么报答呢 你想 你们让我赚钱什么的 就其实也没有了 就我们打广告 是他们给我钱 然后你们呢看这个广告 去买他们的产品 这个钱其实 我把我这换掉了 你们还是会买这些产品 但是你们对我的喜爱 我是真的往心里去的 我就觉得不能 就因为让自己快乐 不管你们喜欢我 然后就给你们讲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以后决定 就是所有卖票的演出 我都是认认真正的逗你们笑 不管这个票 是19 29 39 129 但是如果我想讲那种 真的取悦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以后就免费 我以后在那个 把场馆 那个场费的钱收下来的情况下 然后给你们讲 比如说19的那种票 我就会讲这些 真的是我太幸运了 我什么玩意儿就站在这里 又拿了个第二 总之到底是取悦观众 还是取悦自己 可能是我一生的休业了 但是这个也是在 我还能在这行 继续混下去的前提下 谢谢大家 谢谢第二名国仔 谢谢第二名国仔